你知道哪个不会最好吃吗 当然知道了 帮我来 1. 里脊肉 里脊肉是猪身上最嫩的部分 据说每头猪特细细的两条 加起来也弹四五斤 所以说如果想拿里脊肉的话 一定要取个搭档 2. 前腿肉 猪前腿的运动频率远远高于后腿 所以说肉质是更紧实一点 口感的一个更好 纵红烧肉选它准备刺 3. 梅花肉 梅花肉长在猪脖子的上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肩胛肉 红白香肩就像盛开的梅花一样 所以叫梅花肉 那一头猪呢 加起来也就只有五六斤 所以说如果舍不得吃牛排的话呢 可以买点梅花肉 肉质也是非常的软门 4. 梅花肉 也就是咱们最常吃的部位 也就是说猪腹部的那块肉 梅花肉呢 肥瘦相间且肥骨均匀 不然做红烧肉 回锅肉或者是梅菜扣肉 大到美味 想想要流口水呢 另外呢 你们在挑梅花肉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这种肥瘦相间的 做起来呢 非常的好吃 哇 感觉